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Sandra 今次我们来深圳玩一日 早上在九龙站坐高铁去福田 然后在附近的Cocopa商场逛街吃饭 然后去超级炭的汤旗做SPA和按摩 在那里还有水果和饮品任饮任食 可以适足一日 还可以吃晚饭 现在就去片啦 高铁通车了接近五年 但我们都没坐过 所以这次来试坐 今天是平日 我们早上在九龙站 经过圆芳商场 步行到高铁站 沿路都会有指示牌 来到的时间是距离开车的时间大约半个钟 虽然平日过关不算多人 但扮你整个过关手续 时间是刚好可以入闸上车 是比较问 所以我建议最好预留至少45分钟 扮你验票和过关手续 今次我们来之前 一早已在网上购买了高铁车票 和湯旗水疗套票 我们是透过shopback网购赚取现金 便相可以省钱 shopback是网购现金回赠平台 主打你买东西我派钱 只需要经shopback app 连到深水商户app 如上感网购便可赚到现金回赠 是轻松简单 shopback是透过收取商户的佣金 然后分一部分给客户 shopback有350个商户 好像我们经常会用的 Foodpanda Klook iherb Agoda 和淘宝等等 都可以透过shopback消费 即可赚取现金回赠 回赠是没有上限 还可以与信用卡优惠一齐用 帮你赚尽双重优惠 现在用app登记 费用全面非常简单 首先下载shopback app登记 不要忘记输入我们的 专属优惠码RS30 注册新客户是可以得到 30元现金奖赏 Infobox都有下注 输入简单个人资料 便会见到有很多各类型的商户 我们是在chip.com购买高铁车票 只要点击到chip.com商店 原常购物 选择要购买的车票 单程二等价钱是76元 我们之前购买两张车票 共赚取了100元 存够50元 可以透过转数快 转入银行户口 如果有消费券都可以用到 那就不用花钱 都可以赚现金回赠 上车找到位置便坐下 虽然今天是平日 但也不算少人 座位也算舒服 还有很多空间 完全不会顶脚 是多阔 我们坐大约15分钟便到 这么高速 都坐得非常稳定 没有任何噪音 这么快 很准时15分钟内便到 好像刚坐下便下车 我们大约9点半下车 上到来见到指示牌 向着1号线 腰翻出来直行 走多一段路之后 便会见到连城新天地 在串连几个商场 例如Coco Park 还有116层高的平安金融中心 领展中心城 和黄亭广场等等 来这里逛街真的非常方便 这次我们先和大家去Coco Park 在这个位置转右 向购物公园地铁站走 入到地铁站便找私出口出 沿路经扶手电梯上来 便是Coco Park商场 走进来见到很多大牌子的店铺 这个商场也算是大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餐厅 餐厅价钱也不会太贵 另外这里有很多户外的茶座 是种了很多绿色植物 可以在这里打卡 如果天气凉一些 会很舒服 今天我们去汤其做Spa之前 想先在Coco Park商场吃饭 其实汤其也有餐厅 但就不想午餐和晚餐 都在那里吃 所以早点来 现在就来11点 就当吃个早午餐 见到这间泰国餐厅 吃泰式火锅 不过午餐套餐 都只是大约50元 是很划算的 就来试一下 我觉得这里很有热带松林气氛 是装修不错 我们每人叫了一个套餐之后 以为只是包饮品 就没有其他东西 原来还有任食沙律巴和虾片 有多好 我们叫的泰式奶茶 挺香 甜到适中 是不错 沙律巴的沙律菜很新鲜 芝麻酱也很香 挺不错 我特别喜欢这个泰式青瓜丝 青瓜丝很幼 味道酸酸辣辣 应该加了鱼露调味 和有些虾米很香 是很开胃好吃的 之后来到菠萝海鲜炒饭 又想不到这么便宜的午餐 卖上这么漂亮 是有一排的菠萝是烧过的 炒饭是金黄色 里面有很多菠萝粒 还有粟米粒 麦鱼 鱼 腊 还有虾米 果仁和肉松 真的很多料 只是欠了鸡肉 不过可能用腊肠代替 入口是吃到很多菠萝粒 所以味道酸酸甜甜 饭炒到粒粒分离 我觉得挺好吃 而旁边的菠萝是烧过 是预先切好 是很容易吃 菠萝是香甜又新鲜 看到的蔬果是很大 又很漂亮 就知道是很新鲜 之后咖喱黄虾饭也到了 卖上真的不随便 是非常吸引 一碟咖喱虾和饭是分开上 除了有咖喱虾和薯仔之外 还有一些好像意米 或者糙米 有多特别 虾是开了边 和炸过 入口是很香甜 几乎是不辣的 可能那些虾炸过 所以皮是很薄 可以连排皮一起吃 我觉得挺好吃 另外薯仔也很好吃 它外层炸到皮很薄 而里面是软绵绵 有些像吃番薯 今天我们只用了102元吃这一餐 这里无论卖相和味道都很高分 还有环境也很舒服 下一次有机会可以试试火鍋 吃完饭大约12点钟 就要起行坐地铁去福田口岸 到湯旗做水疗按摩 因为我们吃得很饱 所以想走去匯展中心站 然后坐地铁去福田口岸站 要穿过刚才的地铁站 看到连城新天地的大招牌就转右 跟着指示去到匯展中心地铁站 就可以了 沿路一直走就会经过大型商场 会有领展中心城和黄庭广场 这里的商场是在一起 如果要走一天都行不完 走过来大约十多分钟 就会到匯展中心站 坐两个站就会到福田口岸 来到福田口岸 在A出口出 然后转右一直走 很快就会见到湯旗的招牌 由福田口岸过来 都只是三至四分钟左右 湯旗汤泉生活 前身其实是水立坊 经过重新装修之后 我在网上看到装修很日式 环境很舒适 近日很受欢迎 所以我们很少做SPA都要来试一下 这次我们见到在Klook有湯旗套票 三个不同价钱可以选 我们是选了最便宜的668元 套票会包以下三选一的 90分钟日式或泰式按摩 还有九选一的45分钟在大堂按摩 另外会包24小时肉票 和任饮饮品 任食水果等等 还有免费游戏街机玩 我觉得挺好就不会有其他小费 和服务费 其他贵一点的套票 按摩SPA的种类就会不同 也有包烧美饭 我们就不需要 所以是选了668元的套票 影片开始的时候 提及到可以透过Shotbag 购买高铁车票赚到回赠 湯旗套票也是透过Shotbag 再到Klook购买 投票每人是668元 两人是1336 回赠金马是6.66 通常购买完 大约48个钟 便会见到回赠金马是账户中 少数怕长计 以后网购用Shotbag便会省更多 赚到的现金回赠 还可以透过算数快 转回池京银行户口 回赠是真金白银得到的 另外Shotbag在其他时间 都会有升级商户优惠 赚取更多的回赠 例如Foodpanda Agoda Trip.com Klook等等 立刻看Info box 了解详情 来到湯旗 装修是很日式 是用了简约的木製色调 职员给了我们手带 是Locker的Number 进去是要分男宾和女宾 放好随身物品在Locker 之后便可以去浸浴 是会有免费一次性内衣服提供去浸浴 而电话可以摆放在浴池Locker 可以放心去浸 浸完之后 可以撿漂亮的样子才出去 这里是有Dyson风筒 头发很快就吹干 护肤品也是大牌子的 可以完全不用带任何护肤品 另外还会有免费的指定款式的衣服供应 也有其他的款式 但要令加费的 我们就不需要 这里的职员都很愿意帮忙 地方也非常干净 刚才一进来的时候 是穿着拖鞋 现在换完衣服出来 就不能穿拖鞋了 员工是给了衣服我们穿 可以保持地方干净 出来的环境真的很漂亮 这里有很多水果和干果都可以任吃 而饮品也是任喝 现在就带大家走一圈 看看有什么水果 而饮品的种类非常多 有奶类、汽水、果汁、茶、凉茶等等 就非常多选择 另外这里周围都有布豆袋 可以在这里尝一下 或者盖一阵都很舒服 这里是非常干净 和灯光是非常柔和 也可以在这里看漫画 有很多选择 也有免费的bloggame可以借玩 我们试了很多水果都非常新鲜 和香甜 我特别喜欢香印蹄籽 还有蝦蜜瓜和山竹 而荔枝也很甜 那些核是非常小 看到螢光幕上面 写着水果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質素真的不错 另外还有椰青 是4点至7点供应 真的不要忘记得拿 我们的套票会包一杯手作饮品 可以在这里选择 我叫了白香果菠萝莫里 而老公点了栗子拿铁星冰落 两杯都很好吃 吃完水果休息完 走过来看到这里是虫洞 可以在这里睡觉 或者自己在这里冷静一下都可以 进来这间房 里面是很高温 是干蒸房 彩沙上面可以慢慢蒸 另一边也有类似的干蒸房 是更漂亮一点的 我觉得打卡是一流 拍了几张照片我们就出回来 这里原来还有戏院 可以看一下哪部戏适合你看 之后看到有很多梳化椅 可以在这里玩PS5或者Switch 不过要令收费 可以看一下这里的价钱 另外还有街机房 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在玩 这里连着地下的摺带柱 加上有五层 我们就在二楼 现在准备上三楼 上三楼是要穿拖鞋 上到来看到是餐厅 现在还未是吃饭时间 所以就不太多人 环境是非常舒服 也很大 之后走过来 是看到Hagandise任食 是全日供应的 旁边就是要收费玩的桌球室 和乒乓球室 走进去是有很多梳化 就只是玩各种游戏机的地方 有很多年轻人和小朋友在玩 看到里面还有卡拉OK室 在这里有很多东西玩 真的不怕满 现在是时候去做按摩 按摩房就在四楼 要上一层 走进去的时候 感觉是很有泰国气氛 这里两边应该是按摩房 今天就不用预约 如果假期可能要先预约 我们来到按摩房 是两个一间房 而房间就不算大 但都整整齐齐 是很干净 我们按摩完九十分钟 觉得按摩师是很有礼貌 也经常问我们 够不够力度 我和老公都觉得满意 做完按摩已经四点多钟 到三楼看到出了椰青 摆放在这里可以喝喝 椰青非常冰冻清甜 很好喝 之后我们去大堂做按摩 可能平日就不算太多人 这里装有电视可以看 我和老公都是做足底按摩 整个五分钟 这里的按摩师都很友善 我们就不太懂手势是否OK 但整体我们都觉得挺好 按摩完 我们要去吃晚饭 吃饭的时间真的多了很多人 这里是有中餐 款式也挺多的 有烧味有套餐 也有海鲜村菜等等 另外也有日本餐 但价钱比一般的餐厅稍为高 我点了乳鸿 是48元一只 它的皮炸得很脆 热热吃都算OK 不过就不是太入味 所以就不够香 之后是有菠萝咕嚕肉 价钱是78元 不过咕嚕肉是炸得不够香 和不够脆的 真是一般 而这款干炒牛河 味道也做不到港式的风味 河粉就不够滑 醬油也不够香 也是普通 吃饱后再拿些水果 我很欣赏这里的水果 真的非常清甜 今天是我有史以来 吃得最多水果的一天 之后我们再在这里 多吃一会儿 就回香港了 我们走的时候 因为买了套票 所以只是给晚餐的费用 我们今天真的玩得非常充实 我们是第一次坐高铁 有来到Coco Park 吃一餐很超值的午餐 之后来到湯旗 是享受了大半天 这里有很多一家大小 也有青年人 有情侣 和退休人士来 真是老少咸耳 价钱虽然不是很便宜 但我觉得服务和环境 真是一流 香港真的很难做到 有这么大的地方 可以享受一下 最后还要和大家说一下 Shop Bag 是7月会有一周年的慶祝活动 由7月1日至31日 经Shop Bag到指定商户购物 买够2000元 还会有机会赢走日本机票两套 详情要参考Shop Bag App 或者网站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我已经分享了Shop Bag Link 在资讯栏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 还有记得Like和Share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条片见 拜拜